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曲 李宗盛 我的心跳扑通扑通的真正激动 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 我又和你双输双肥多冲动 我的内心无伤无瑕地真正激动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你问我 要不是你劝我 要不是事当的时候 你让我心动 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 我的眼光闪祸双肥多冲动 我的心跳扑通扑通的真正激动 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冲动 我又和你双输双肥多冲动 我的内心无伤无瑕地真正激动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停电那一夜 才发现我寂寞空洞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你问我 要不是你劝我 要不是事当的时候 你让我心动 晚上好 欢迎收听98新闻台 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么刚刚各位听到这首歌 是周华健的 明天我要嫁给你 那么这首歌其实 我觉得啦 我很 要讲 我最近 其实我在访问来宾之前 我觉得我要讲一下 那个心得 就是我前两天 又在载我的员工 然后去 开庭 那开庭的路上呢 我就放了 一首歌 我还记得是 是谁啊 王杰 王杰 各位听过吗 王杰 王杰很有名啊 一场游戏 一场梦 是吧 这么有名的人 他现在跟我面无表情的说 他是谁 然后呢 我说 这些歌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七匹狼呢 他说那什么东西 那你有没有听过东方快车 他说动力火车我知道 你知道吗 这时候我就会突然觉得 我在干嘛 我后来说 我不跟你讲了 因为我刚才解释 台正宵的时候 我发现 他可能只听过台志源 不一定听过台正宵 所以我想算了 我不要再讲了 我就说 好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开庭的细节 我不要再跟你讲这个了 那刚刚听到周华健这首歌 其实也是很早的歌啦 那我们选出这首歌 其实今天要来谈的是一本书 今天是我们读书的时间 那么跟婚姻有关系 但是这个婚姻呢 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 我们当代人的婚姻是什么状况 那么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 其实在前几个星期 我们节目企划跟我谈到 这位来宾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是在网路上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然后呢 这位来宾呢 其实也是我在 就是社交媒体上 比如说脸书啊 IG啊 常常会看到的一个来宾 那这位呢 其实我对于他的历史跟国文造诣 都非常的佩服 原则上来讲 懂历史 国文应该都还会不错 然后他的很多的立场 跟他写的很多的故事 其实我都蛮喜欢的 那么他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 他不会只是讲历史 他一定要讲一些 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内涵 那这些内涵到底是什么 我想今天我们邀请到 这位来宾来跟各位介绍 今天我们欢迎谢金鱼 金鱼你好 哈喽 李律师好 大家好 我是金鱼 等一下你这个金鱼 到底是笔名吗 那个你在google你的时候都写 谢金鱼本名 对因为这是笔名 这是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写PTT 其实我真正的原本的笔名叫暴走金鱼 但是听起来真的是太就太中二了 所以后来要出书的时候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中二 那我就想说 因为我本来姓谢嘛 那我就 我们家的开台组 其实就叫谢金鱼 这是他曾经用过的名字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把它叫谢金鱼 所以其实我是谢金鱼二代目 OK 我刚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大概给你了解一下你的背景 你好像都是学历史 对我是成大跟清大历史系 历史所这样 是那一开始你选历史这个原因是什么 从小就很喜欢啊 我从小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喜欢读历史 然后我喜欢看各种就是关于历史书的小孩 然后我妈那时候也想说就是有没有考虑就是做别的事 可是我跟她说 我本来就是做这个 我大概就是也就是习惯 我觉得这个我很擅长 那我妈后来就觉得说OK 那你就适性发展 所以我考试那个大家不是都会考连考都会有那个弱点分析吗 对 就我弱点分析前十个全部是历史系 我妈就放弃治疗了 就说那你爱填哪个就填哪个 所以你全部都填历史 就我后来都全部填历史 然后我第一个就是聚成大这样子 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说 当时有没有想过念历史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因为我很喜欢写东西 所以我都想说 嗯写东西可能可以成为我的一个谋生的技能吧 但是就没有想到这个直觉是真的 所以后来我这人生当中 就是一直以写作当作我主要的这个职业这样子 好棒喔 大学就知道自己可以靠写作 因为我小时候大学的时候是个同仁女 就是大家就是 我可是就是VL师作 OK 那时候就很喜欢看这种同仁的东西 因为我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历史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把哥哥 几乎全部空白的国立编译馆的历史课本拿来看 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 没有什么阁外读物 对 然后你就会看国中的历史课本 觉得 哇 他写得好有趣喔 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历史 那看到这本书 这本书呢 各位 我先介绍一下 它叫做 思路新娘 思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思路啊 新疆啊 那个 中亚啊 那个思路 像里面 我觉得里面蛮有趣 我们在讨论 思路新娘 那么副标题是 自古以来 婚姻都是一场冒险 对 呃 你刚提到 就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 你提到说 其实你的硕士文文是写 利特人的婚姻 呃 苏特人 苏特人的婚姻 因为我那时候 第一个是觉得 我那时候其实在读书的时候 我带大学的时候 我意外发现了一个买婢 买婢女的契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 就是这个婢女叫做胡婢 她是胡人 然后她是婢女 那她被一个女人买走了之后 她就要去别的地方 所以会有这个契约的正本 这样子 那这个女孩子 她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她怎么样生活 当时的中国 或当时的唐帝国 是怎么样跟她有什么互动 或什么样的规范 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 所以因为她是婢女嘛 那我们知道婢女其实当时 对婢女的状况不是特别好 那如果是一般的女性 这些胡人的女性 她在中国怎么样生活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这个研究 我昨天看到脸书上一个帖文 很有趣 他说 罗马人买奴隶需要多少钱 对 很贵的 其实蛮贵的 我算过 买一个没有任何技能的奴隶 需要花掉一个中产阶级 七年的薪水 基本上苏特人的女性的话 你如果他们的价格 是以少女的价格是最好的 因为少女的好处是 当时的规定就是这样 你是奴隶的话 你生出来的孩子都是奴隶 所以当然最好的方式 以主人来说 我当然是买生育年龄的奴隶 他就可以继续生产嘛 所以少女的价格是最好的 但是少女的部分 在边疆跟中央的差隔 可以差到10到20倍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会在中国的边疆 那个地方 新疆啊 敦煌那些地方 买这些胡人的少女 那可能一匹大概一个少女 可能是40或是20匹的丝绸布 那到了中国 到了这个强安地区之后 他可能一转手 就是10倍20倍的暴力这样子 所以其实要买 当时如果要买奴隶 大部分都到东皇那一代 就是会透过 他其实人口贩卖 在当时的中国是 那个奴婢是跟口 就是叫口马式 就是奴婢跟牛跟驴跟马 跟狗狗是放在同一个地方买的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要买这种高价的 好漂亮的 聪明的年轻的奴隶 我就去现场 产地现买这样子 好 这个我们待会来谈 但是你这本书的开头 我今天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想法是 为什么你要把马济叶 跟凯撒林的故事放第一个 因为我会觉得 你后面讲的章节 这本书里面有谈到 中国的和亲政策 然后也有谈到中国的 就是过去在 我们讲说19世纪以后 包含说我们和亲的 到西藏 或者到其他地方和亲的公主 然后还有我们刚讲说 苏特妻子这些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一开始 你看我一开始还误以为 那个马嘎尔尼 就是那个乾隆时代的马嘎尔尼 他们家是亲戚没错 对 因为叫马嘎尔尼的 应该也不多 那个就像说 其实我们历史看都知道 这个姓大概从哪里来 你里面有提到 比如说哪些姓 他可能是边疆民族过来的 但为什么你一开始 会从马嘎尔尼 这个地方开始戏 因为基本上第一个是 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是因为这个女主角 Catherine McCartney 她留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回忆录 她在前半部分 很具细迷移的讨论 她在新婚的时候 怎么样从英国一路 有一个外国人的视角 进到新疆 那因为这条路 基本上我在书当中 写的大部分的女性 几乎都走过 所以大家看完这个 就是很代入性的故事之后 你就觉得 哦好这条路不是很容易走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她其实是很少见 以女性当作主体 去叙述自己当时旅行的心情 所以第一个有什么 她其实不认 没有那么认识她老公 她跟她是 虽然是订婚 也有一点恋爱的关系 但是没有那么清楚 她到底在干嘛 然后所以在过程当中 她第一个 她终于知道她老公 哦其实是个蛮厉害的人 第二个部分是 她开始跟她培养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默契 第三个 她发现 她在一个局目无亲的地方 她必须想办法活下来 所以她当然也会 在故事当中就说 她那个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全身都很僵硬 很累很痛很苦很苦 然后就那个毛毯裹着被子 就一直在棉被里面哭 说我好想要回家 可是隔天你眼泪擦一擦 你还是得继续 就是走这条帕米尔高原的路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珍贵的文本 也是我们在讨论 思路的新娘 这些女性的故事当中 唯一一个有这么明确 而且很具细迷移的 写到自己心迹的东西 因此我觉得她很值得 放在第一个 让大家认识说 这条路真的不是很辛苦 不是很容易 所以那我们后面的话 我们就不用一次再重复说 那谁又去了什么地方 谁又去了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就读起来 大家就会觉得 有点就是云里雾里这样 所以这个文本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看 这个McCartney的这本书 我大概应该是在 2018、19年的时候 因为我对于 他的先生嘛 记忆 我觉得很感兴趣 其实我本来是要研究他先生 然后想要研究他跟这个 这样叫Great Game 就是整个在中亚跟俄国 跟英国这个角逐的过程当中 他们怎么样运用这些谍报组织 怎么样运用这些探险队 去做研究 然后做这些就是 政治上的外交上的角力 我是要研究他 但是就比方看到这本书 就觉得这本书就被他牵走 这本书比较有趣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本书 读完之后 然后再做其他的相关的研究 就把它组合成这篇文章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 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比较像什么 我以为你要写凯撒林的故事 然后从头写到尾 然后我慢慢看之后就发现 不对啊 这个部分到一个结束了 但是身为一个读者 像我就会想要请教您是说 这个人在你整本书里面 你希望带给读者的感受 大概会是什么 另外它有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这些素特的女性 或是和亲公主 然后提到的这些人物 很多这些资料 或这些考古资料 是因为Catherine McCartney 她经过她 她们家的这些探险队 带出来的考古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到 很多的这些细节 除了我们官方文书 有的东西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敦煌文书 考古的资料 跟相关的东西 那这些探险队 都曾经经过她的家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一个 思路新娘 然后这些曾经经过她家 曾经被她招待过 曾经跟她交流过 许多这些心得的男人们 再来去在中国的新疆 跟其他的地方 找到了其他新娘们的故事 所以她的概念 对我来说 她有点像是一把钥匙 把这些女人的故事 一个一个打开 这样子 OK 凯撒你的故事 其实在金鱼的写法里面 大概有将近应该差不多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差不多 左右的篇幅 那这里面很多描写 这凯撒你的心境 你怎么去描述 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大家 我在写那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才刚准备 要踏入婚姻 所以我就觉得 很多地方我都可以了解 她为什么会那么挣扎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心境的部分 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讲 就是虽然是一个 我刻意有点用了 小说的手法去写她 但是在这本 在Katherine的故事里面 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考证过的 全部都是确切有此事 这样子 对 例如说马迹夜 杨大人等等 好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 酒吧兄弟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在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这个要插一个介绍 就是我刚顿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金鱼 她真的是在网路世代里面 发挥她非常大影响 因为我一开始还以为她是老师 比如说教国中历史 或是教高中历史 或者国文 因为她国文造语也非常好 然后后来 刚刚聊了以后 她发现说 其实她之后就发现 她有文字的这些天分 所以开始做 历史普及的这些知识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她天生吃这行饭的 因为她写的文字 都相当的有趣生动 而且能够让我们 很快进入历史世界 所以刚讲完这个 我们前面讲 马迹夜凯撒林的故事之后 从她那包裹开始 你第一个谈到的是 苏特新娘叫米薇 对 是一个虎妻 可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因为观众 听众可能对于 苏特这个族 不是我们听过匈奴先卑 但我们没听过苏特 苏特是什么 我跟大家定义一下 苏特就基本上 就是这些人 目前是住在 中亚的乌兹别克跟塔吉克 刘域 一个叫泽拉夫善河的刘域上 这是第一个 地理上的一个限定 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们所讲的语言 是苏特语 那这个苏特语是属于 东伊朗的语言之系 东的一个 那这个苏特语怎么来的呢 我们其实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 李律师讲的这个包裹当中的信 还有这个考古资料里面 我们发现 这个文字没有看过 然后经过很多的语言学家 大概经过了100年的结议之后 我们终于发现 这个语言是确定叫苏特文 那这个苏特文留在这个 其他的语言当中 还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他在汉文当中 有一些字 可能他是看起来是汉文 但其实上写成 就是那是苏特人的语言 比如说大家如果这样 后来的后唐 这个五代十国 有个叫说葛部 说葛就是婆娑的说葛 是那个葛 葛粉的葛 说葛部这个字 其实如果用中古汉语去念的话 他其实就是苏特人 他只是他们改了一个名字 这样子 所以他们用很样的 他就是后来因为大量的移民 进到中国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 他的概念有一点像是 我们现在的新移民 或是像美国 有很多的意大利人 犹太人移民 进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建立自己的聚落 甚至自己的移民的组织 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 就是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 那但是后来 因为安史之乱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消融 然后甚至隐姓埋名 甚至绝口不提自己的 这个胡人的血统 在你书里面有提到安史之乱 像安禄山 史思明这些人 他们那个安跟死 是不是其实就是苏特人的 信的特征之一 对 就基本上他们进到中国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情景 就是你是一个安国来的苏特人 你进到中国的户口 说不好意思 我要报户口 那这个官员就问他说 那你来自哪里 就说 我是安国来的某某某某某 他后面那个 他根本听不懂 说安国是吧 那你就姓安 所以很多这些来自安国人 通通都被冠一个姓安 或是姓石 姓碧 然后姓和 姓曹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假如你是以上这些近视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 你就是这些苏特人的后代 但苏特人看起来 他比较接近塔吉克或维吾尔族人吗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图像文献的话 就是比简单来说 就是鼻子尖尖 胡子翘翘 很像那个 那个 这样讲 又曝露我的年纪 就是那个 柏朗那个 那个金车 那个咖啡 就是钓鱼的那个 钓鱼的叔叔的那个脸 就是标准的苏特人的脸 所以 苏特女性 她现在也比较 长得比较类似塔吉克族 跟维吾尔族人 对就是 你说维吾尔可能 维吾尔更立体 维吾尔是因为他们的祖先 应该是所谓的回湖 那有点点不太像 但是大家如果看 就是中亚的族群的话 就基本上 他们其实还是黑头发 然后黑眼睛 但是皮肤是很白的 然后轮廓真的很深 就是很漂亮 非常安美 OK 所以这些新娘 这八封信 我们刚提到第一位 米维 为什么你会说 她是虎妻啊 因为她是我们目前 在女性的历史当中 就整个 甚至是 不只是亚洲 甚至不只是中国 是整个女性的历史当中 我们目前找到 最早的一封信 骂老公的信 OK 对 然后这个封信是怎么发现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探险家 他跟马基耶 他们聊过之后 他到了敦煌 那这个人当然 如果大家有听 对敦煌有兴趣 一定会知道 这个人叫斯坦英 那他刚好在 敦煌的风火台底下 就坐着 突然就发现 怎么屁股底下 硬硬的拿出来 一看是一个布包 那里面就有八封信 他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 所以这个封信后来 不停的有学者 去解读之后 就发现其中的两封 是米维写的 一封是给他的妈妈 跟他妈妈求助说 我现在生活的 不是很好 可不可以 就是支援我一些呢 那另外一个 就是写给老公 那写给老公 信就很严厉 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说 我宁愿做猪狗 嫁给猪狗 也不愿意当你的妻子 意思就是 你是个猪狗不如的男人 那为什么他会 这么骂他老公呢 其实你从前因后果 当中简单来说 他跟先生结婚之后 先生就跟他说 我们要去中国 去做生意 OK这也是理所当然 并他们是个 商业的民族 可是当时中国 其实非常非常的混乱 就是什么 八王之乱之类的事情 乱七八糟的 所以很多数特人 其实都 就是pull back 都拉回到原本的原乡 但他老公就觉得 可能就觉得 显地可入这样 就硬要去这样 所以去的过程当中 这个米薇 不只是他自己不想去 他的哥哥们 兄弟们 都跟他说 你不可以去啊 这样 但老公就是一意孤行 所以把他带到 这个敦煌的聚落当中之后 老公也莫名其妙 不知道哪一年 就自己跑回去老家了 把米薇 跟他后来生的 这个女儿呢 就丢在敦煌 所以母子女两个人 就很可怜的 想尽办法生活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想要回去 可是当地的 这个移民的组织 就说 你要移动的话 这些事情 是需要经过你丈夫 或是夫家的亲戚同意 你才可以去 你不可以随意的移动 所以他就无可奈何的 只好被绑在敦煌 这个地方 举目无情 甚至最后 因为他老公的合伙人 生意失败 所以把他拿去抵债 他们母女两个 就从自由人 变成了奴隶 然后在那边 给人家放养 那这个过程 就被写在这封信上 就是他怎么样 跟老公说 你赶快寄钱来 就是你这个混蛋东西 要是没有钱的话 我们母女两个 就死在这儿这样子 不停的跟他抱怨 这些事情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张时的苏特人 其实在敦煌 中国的边疆地区 已经建立了 一个移民的聚落 而且显然 这个移民聚落 是有规范力 而且是很有规模的 大概在西元 三四世纪就开始了 那所以这封信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被看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 没有被送达到 这个最后的 最后的终点嘛 所以可能就是 米为母女 也许啦 我猜测可能就是 在中国后来 就是重老一生 那当然 这个故事的后续的部分 就会开启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从那之后 就知道 中国历史上 开始有了大量的 这些苏特移民 进到中国 然后一直往 这个中国的内陆 去延伸 但是东皇 因为我觉得 东皇石窟 就是东皇的那些 诗啊 或者文献的发现 对于现在近代 在研究唐代 或是比如说唐代礼拜 对 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东皇里面 他发现的这些 大量的文书 是不是有相关 一大部分 其实都跟苏特人 是有关的 有 就基本上这件事情 我们要从东皇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东皇文书被发现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 里面塞满了卷轴 那第一个进去的人 就是刚刚讲Stein 那斯坦英进去的第一件事 因为他不通汉文 所以他选的第一批 是品项比较好的 然后看起来比较完整 但是因为这个关系 他很多时候 选到的是一些佛经 然后少数的这个 少数的世俗文书 第二个进去的人 比较重要 这个人叫薄熙和 他是个法国人 但重点是 他会讲汉文 然后他读汉文 所以他是唯一一个 亲自进去里面 选东西的 他选的东西 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 一定要是世俗文书 第二个部分 他需要纪念 那我就知道 这个东西卷轴 是哪一年写的吗 在历史的定位当中 他才有意义 第三个就是 有没有不要汉文的文书 所以在薄熙和 这几个定义下 带去法国 这些敦煌卷轴当中 就有素特语的文献 甚至有素特语 翻译的佛经 或是摩尼教 锦教的文献 都被夹在当中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 就是刚刚律师说的 这些世俗的文书 包含了这些图经啊 就是说这收税 有多少人啊 这个村落里面 叫什么名字 那从这个村落的名字当中 我们也发现 哦 确实在当时的唐代 唐帝国的这个村落当中 有大量的 显然不是汉人的人 聚居在哪个地方 OK 所以这里面 也包括有提到了 你这里面我们讲说 像离婚协议书 婚前 你在书里面提到 婚前协议 婚前协议是另外一个 但是你说的 离婚的部分 是那个放弃书 对 但那个应该也是很少见 就像你讲那个婚前协议 你在书里面也提到 大部分都是 素特人比较属于 中高阶层的人在用的 一般百姓 应该也不会用吧 这件事情不好说的原因 是因为素特人 是一个商业的民族 他们对于一切 都有一个商业的规范 所以我们当然目前看到的 是个文书 是这个一般的 是一个贵族的妇女 跟她老公 所结定的这个婚前契约 但是还有很多 是一般的买卖契约 那就是平民对平民 然后很常见 而且就是像我刚刚讲 买币契约当中 还有一个是高昌 在高昌谷所写的 素特文买币契约 那个就是一般人 他就是买一个婢女 这样子 但是他们对于这些 权力相关的事情 你要赔多少钱 然后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做什么事 你对于这个物件的权力 有多少 他其实是规范的 非常清楚的 所以素特人后来 这些文化有影响到中国吗 我觉得在合约的部分 其实没有很明显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合约都乖乖的 不是那么 我马上就讲对 对 没有那么正常这样子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说 像你说如果有影响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在学院上 有一部分是这个学院上的影响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在五代十国 跟唐末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在华北地区的族群 他们生活的方式 可能甚至有一些语言 我猜测也是这样 那这些聚落都有 素特人的痕迹 是各位想想看 从等于从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就西晋末年 西晋末年到五代十国 其实是个非常长的时间 将近差不多七八百年 对 那这一个民族 其实透过这些书信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他日常生活的事项 那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来谈刚刚提到的 婚前协议跟放弃书 到底怎么回事 待会聊 欢迎回到九八兄弟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我们今天访问到谢金鱼 金鱼来跟我们聊 思路新娘 自古以来 婚姻都是一场冒险 那这里面从 我们刚提到了 他从一开始的凯撒林的手记 然后带进去 苏特人的婚姻 那因为凯撒林到了中亚以后 他发现了一些信件 那从这些信件里面 又看到了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我们提到的大概就是 里面有一些文书 尤其是敦煌 我们讲 其实敦煌的这些文书的 发掘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中国近代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说敦煌 敦煌文书对中古史的研究 绝对是一个很跨性的发展 对那个各位想象一下 我们把我们这几年来的 所有的文书 全部藏在一个箱子里 然后过了两千年 一千年之后 然后突然啪打开 被挖出来 你看就知道了嘛 这就很重要 尤其历经这么多年的战乱 那么其实这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 在就是苏特人的观点里 他们对婚姻的看法 好像平等 又好像不平等 为什么说好像又不平等 因为你看哦 他没有先生的允许 他不能离开东皇那个地方 可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件事 就好久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有关于 因为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离婚协议书 放弃书 唐代的放弃书 对 就是就唐代那个离婚协议书 也是从东皇那边 然后后来是 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 到了长安去 那在那个东西严格来讲 它不是东皇文书的一部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唐代的妇女地位也好 或者就当时东皇的 你刚刚在书里面提到的 婚前协议书也好 那是不是代表 当时的妇女地位 事实上来说是 到了宋代以后才又缩减 在唐代其实是OK的 宋代其实不能说是缩减 宋代女性的状况还是不错 其实真正就是大幅的下降 甚至女人是不可以独自去告官的 那其实是明朝时候的事情 那唐代的部分 我们在看女性的这个权益 第一个是她的财产 她能不能独自拥有财产 她能不能够 甚至老公去世 或是这个离婚之后 她能不能独自成为户主 这些部分在唐代的话 确实她是可以做到的 那刚刚我们吕医师讲到说 不可以允许这些 就是独自行动这件事情 她跟她是父权社会 绝对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婚前协议书当中 其实两兆 定立合约的两兆 其实是男主角 这个新郎跟新娘的监护人 只是说这个合约 最后是交给这个新娘来保管 就是说虽然她写的 她后面写说 这是猜特的文件 妻子的文献 但是前面的定方的两兆 是女方的监护人 这件事情证明的一件事 就是第一个 她还是一个父权社会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男人必须常常要离开家 那所以妻子的地位 跟妻子可以组长的这些事情 她当然有一部分 就大家就是允许你这样做 那这些放弃书的部分 放弃书是用汉文写的 所以她前来是一个汉 就是给汉人所使用的一个格式 但是我觉得放弃书 至少有一个比较温柔的心意 她是没有谈论到这个 放弃书里面 我记得没有谈论到财产的问题 没有谈论到说 没有她有说她要给她钱 给她钱 但是就是没有很明确的说 赞养费 就是没有说 就是我给你财产的一半之类 不不不 没有没有 她主要的部分还是说 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不开心嘛 那我就祝福你 就是去嫁一个新的老公 如蛇鼠相振 对 然后说希望这个妻娘子 可以重书云并 然后将来找一个好的老公 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部分我觉得 反而是确实是一个 比较温柔的心意 这部分在我们过去的文献当中 其实非常非常少讲到 那因为当然你会离婚 通常都是两兆一定是 就是闹得乱七八糟 还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对就是很罕见的这种祝福 但他还是不能代表 其实在唐代 乃至于说在敦煌 当时的边疆民族 他们对于女性的地位 是比较平等的 我觉得比较平等的概念 就是第一个是说 就是刚刚讲财产的部分 目前的话 他当时的唐律令当中 是有规范 就是如果什么情况之下 女性可以成为户主 她可以单独的行使 她自己的权利 这个部分我记得是有 但是我可能要查一下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她能不能 就是就像刚刚讲 还可以告官之类的事情 她其实有一定的保护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受到比较大限制的是 未嫁女 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女性 他们就会被认为是这个 父亲或是兄弟 必须要有的直接的管辖权 那已婚妇女 那理论上除非你就是 有这个婚外 这个婚外情 这些不好的事情 要不然原则上 你还是这个家户 最自由的是刮目 刮目的地位就超级棒的 刮目就很香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拥有这个权力之外 甚至可以互足 有的时候在敦煌的这个 急账当中也出现 刮目 他可能本来就有两个儿子了 他自己就再遭罪一个男人来 然后跟这个男人 又另外生了其他的孩子 然后全家人都住在一起 也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家庭 那当时他是可以这样做的 而且刮目有绝对的权利 OK 这个在明代应该很难想象 因为 其实我觉得宋代就很难想象 你看嘛 陈怡陈昊不是 人家问他 学院问他说 这个 就是如果 夫死 可否再嫁 然后他就说不可 然后问他 那如果饿死怎么办 他就说 妇女 饿死是小 师节事大 大家其实要知道 就是手针手节这件事情 对于妇女来说 是一个奢侈品 嗯 就是你要让他守节 那你就要给他相应的 这个赡养的东西嘛 那明代的话 基本上这些就是 氏族的话 通常是大家族 对 对 所以其实 其实如果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嗯 妇女地位 其实在唐代来说 还是在父权社会的控制之下 只是稍微 比起后面来讲要好一些 嗯 对 那妇女当时可以独自上街吗 理论上的话 如果是就是 是示唤人家的妇女 通常会带几个小婢女 就觉得说 就不要 不要独自一个人 抛头露面 这样子 但如果你是那种 一般的凡夫走主 那你还是得上街 要不然你要就是 你要去打工 怎么会有人 一天到晚都陪你 所以这些妇女当街卖东西 是很常见 然后另外 胡人的妇女 很常被看到 就是在路边卖酒 比如说那个李白 就很常去这种 就是胡姬酒店 就是说这个胡姬 当炉笑春风 就会说 一般来喝一杯 这样子 对 所以当时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当时的 长安或敦煌 在书里面所描述的 都是比较国际化的 唐帝国绝对是一个 多移民的社会 不只是只有素特 凶恩 那刚刚讲的 突厥啦 回湖啦 甚至是东方的渤海 日本新罗 它是一个人种 非常非常混杂的情况 对 然后大家都会来 那所以 现在去日本的话 大家知道 那个空海大使 他当年就是留学生嘛 然后跑来中国 这边读书 潜汤史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 就很多这种人 然后甚至也有人就是 觉得中国人蛮棒 他们就去考 所谓的兵贡进士 然后想办法 在中国当官 但是在 就是在你的书里面 其实比较少描述到 当时的那个部分 我们还是着重在 呃 就是那八封信里面 就那八封信里面 还有什么特别的 那八封信里面 其实还提到 就是也除了就是 米韦这两封信 是女性写的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是男性 那他们主要是回报 第一个 中国当时的状况 非常混乱 第二个部分是 交代商业上 应该要怎么做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父亲 他显然是被 被老板派去那边去收账 然后发现 糟糕 这个状况不是很好 他写信是交代后事的 他就说我来这边 可能会死在这 那我如果死的话 就是我有欠了什么钱 我在外面有放了什么债 麻烦老板你帮我收一收 然后给我儿子 那我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 你要帮我做什么什么事 就是他们之间 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 所以重点是钱 要怎么样分配 OK 那当时那八封信 用什么写的 都是用速特语写的 然后写在那个 有点像是这种 不能说纸沙草 就是吃在纸卷上 所以造纸的技术 其实显然那时候 已经是非常纯熟了 对啊 但是为什么 它能够流传这么多年 因为干燥啊 就是考古学有一句话 叫干千年 湿千年 不干不湿 你就两三年 就是如果你是很干燥的话 它当然可以阻绝 就是这个水分的清洗嘛 那如果很湿的话 它也是一样浸在水里之后 尤其是通常会用这个盐 或什么的话 它可以保持一个稳定 那也是这样阻绝空气 但是如果你这样浮在那边的话 就是石大大就会 一下就会腐坏了 那那一些东西 后来 里面有提到 为什么没有寄出去吗 应该没有提到 就是它显然它应该是 他们因为都是来自敦煌 然后是不同的人 所以大家猜测说 它可能是一个商队 那我商队要回到老家的过程当中 我除了就是买货物之外 也有可能就说 有没有人要帮我带 有没有人需要带信 然后你可能就收一点钱这样 就他们自己有个自己的网络 古代没有邮财 对 应该说 民间没有邮财 它就是一个 就是私人的黑猫宅集变 直送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商队到了敦煌之后 然后就收信 收信之后要回去 结果在路上就忘记了 也可能就被杀掉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 不好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想象 是啊 然后就放在那里就忘了 但对那八个人来说 可能蛮生气的是说 为什么我记得信没有回应 对 所以那时候的等待 其实是非常长的 可能就等了一辈子 想说那怎么都没有回来 是还活着吗 还怎么样 对啊 就是我们上次 不是上次啦 我们在小时候念过的嘛 就是风火连三月 加书抵万斤 为什么加书抵万斤 因为不是email一记 就会收到的 当时的情况就是 一隔绝就会很严重 没错 所以那时候就是八王之乱 对 就是主要是 它当时其实 思路大家想知道 思路是一条直的路 其实不是 思路其实是 点撞在跟着绿洲 或是跟着山脉的下源 就是走 所以那其实是蛮危险的 有时候你如果跟着河流的话 可能河流走到一半 它突然不见了 就没有河流 那你可能就死在那 那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包含的 可能有土匪墙 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风险非常高 对 尤其是 如果在乱世当中 那个地方没有人管理的话 那问题会更多 但那个 那条路线 它跟 里面你有提到 张迁通西域 那个路线 是一样的吗 就张迁通 其实目前我们知道 光是就是从 这个敦煌到 中亚 至少有三四条路 一个是这个草原到 走蒙古高原的部分去 另外一条是这个 天山南北路 然后还有一条 是走茶马底下过去 所以这些路线的话 大概都可以看到 主要 为什么串起来原因 第一个是说 这附近上 可以有连接起来的城镇 那这些城镇 这些居住怎么样建立起来 就是因为这些移民 他们可能 在这边觉得不错 那我们可能就先住在这边 先开一个城镇 先有了城镇之后 成为这个点状的 这个互物的聚散地 这样子 OK 所以这其实是一连串的 聚散地所构出来的一条 很漂亮的道路 我们广告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旅秋元时间 我是旅秋元 我们今天访问到 谢金鱼 金鱼来跟我们聊 他的这一本新书 叫思路新娘 事实上 金鱼他写了非常多文字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脸书上 或者 光是你在Google上 输入他的名字 就可以看到很多 相关性的文章 这个叫做 身兼学术跟 通俗之间的一个平衡 这也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讲法谱 法谱就是 我怎么样把法律 透过比较简 一般人看得懂的文字 让大家知道 那这个叫做历史普及 历史普及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大部分人 尤其是我们以前念的 国立编译馆的历史 就是谁打谁 然后三国时代怎么并吞 当然现在有人在抗议说 什么怎么少那么多东西 但我跟各位讲 真的自己要去看 我对历史有兴趣 我从小就去看 我还记得说 以前更无聊 我去背鸦片战争 等于西元几年 然后 银霸联军 然后签订了 以前好可怜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还要学ABC 这是哪一个 你要排线路顺序 我现在都想说 我背 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 你只觉得你背起来 这个好厉害 后来就想说 我背这个到底要干嘛 没有意义啊 那你今天其实要看历史 是要看那背后代表的意义吗 比如说我们今天 其实在讨论这本 思路新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最后一段来讨论和亲好了 因为这本书里面有讲到 中国历朝历代 跟边疆民族的和亲政策 那这个部分 基于他不想写太多的原因 不是他不懂 而是他觉得这个东西跟政治 比较有关系 但是他比较关注的是 女性地位的变迁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说 其实我觉得 他在这个地方的描述 是非常 就是 我们讲叫普及到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那这个部分 我当然想请教 基于就是说 你从和亲政策里面 或是从中国跟边疆民族里面 其实我在之前看 中国人民大学 那个毛利平教授 他在讲 他跟你一样 就是也是智力在做 女性的工作 女性史的工作 他里面谈到了一块 他就是认为像 即便是清代的公主 大清国的公主 在历史上地位都是 几乎不会记载 可能过世了 甚至就过世了 他连名字 你可能都不一定找得到 名字基本上 我们只有在清出的几个格格 有稍微有记载 在满文老党里面 爬到一个不行 爬了几十年 还终于爬出 他真的名字 就是那几个而已 其他的都几乎没有 对啊 那甚至待遇也差很多 所以从 你看从 不管是边疆民族 甚至满洲进来 入主中国 入主中国之后 他在谈他自己的 就是我们都以为说 满洲人可能在女性地位上 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结果其实 就女性在 等于说自主性上 其实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满洲妇女 其实如果从这个历史上来说 就是满洲的女人 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强悍的 但是她们通常是对自己的娘家很强悍 那婆家会就是乖乖的 因为在婆家的时候 就是要忍气吞声当小媳妇 但通常回娘家就会比较强悍 所以就是蒙古 就据说有当时的这些满洲的人 你看到的姑姑不是叫姑姑 我们说汉人是叫姑妈 她们都叫姑爸 因为就是姑姑就像爸爸一样 就是诠释非常的强 就是非常的强 但公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是跟教育有关的 因为亲帝国的 对于子女的 皇子皇女的教育 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公主基本上 不会养在妈妈身边 她绝对身边一出生下来 就是刚一落地就被带走 身边有非常多的教习摸摸在陪她 然后教她怎么样生活这样子 那只有少数几个 比较特别的案例 其中一个是乾隆的公主 那个后来嫁给和生她儿子的那个 那个因为是乾隆晚年 所生的一个 石公主 对 长上明珠 所以特别养在身边 她就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她讲她就真的惨了 她没事嫁给风生英德 然后风生英德又是一个 非常柔弱的男子 对 而且但是其实这也是 也是要感谢她嫁给风生英德 因为石公主 应该是顾伦和 应该是和孝公主 她跟嘉庆皇帝的干关系是好的 还可以 据说就是她结婚的时候 嘉庆皇帝气到吐血 就说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嫁给这个王八代的儿子呢 那但是也因为是妹妹嘛 毕竟妹妹嫁了 所以她后来还是留了这个儿妇一条命 然后把这个和生家 就是留了一块给我妹妹至少是可以住这样子 对 但是基本上来讲 其实你在写这些和亲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觉得这个给你的 就是说在你在整个讨论思路新娘里面 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讨论的角色是第一个是婚姻的影响 其实除了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命的部分之外 很多时候的婚姻是对于世界的影响 甚至对于国家的影响是大的 那我在讨论到这些和亲公主的时候 我的我自己在写的时候的想象是 我觉得她们很像是手里拿着非常多的丝线 然后每一条都会通向某个地方 那有能力的公主也许有机会 在这个很精心很仔细缜密的过程当中 把手上这些凌乱的线 组成一副可以被控制的一个一个知己 然后最后是一个好的样子 但也有很多公主是她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此到最后的时候 她甚至必须要像我讲的 在故事里面讲到这个金城公主 嫁到西藏的金城公主 她甚至最后是必须用一个非常非常可怜 卑微的方式写信给唐玄宗说 我嫁来这边是因为爸爸父皇要求我来的 那我在这里其实连跟老公讲话 都要透过有个人去讲说什么事情 那你现在不同意这个合约的话 我在这里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能不能够求你 就是哥哥你看在当初这个状况 你能不能赶快同意签了这个合约 那你在看一个公主 她写那个文章写得非常非常浅白 绝对不会是 不会是那个读过书的人写的啦 一定是她自己或她身边的 可能就是这些小太监什么妈妈写 公主做到这程度 当然当然也有其他的部分是 真的就是很有能力的公主 那这些很维系的状况 你如果对应到现代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些有能力 或者没有能力的外交官 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外交官有任期 你甚至不爽 你可以说我辞职不干 但当时的公主不行 他们的婚姻跟生命 跟整个外交 跟整个中国 跟整个世界的这个局势 是被绑定在一起的 是 其实斯路新娘 这个在这个著作里面 他除了讨论个人之外 也讨论到了整个 这个女性 她到了其他边疆地方去 或是到其他国家去 她所扮演一个角色 文臣公主也是 那你刚刚讲 金臣公主也是 那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在唐代 所以后来你后面写的 就越来越短 因为第一个是蒙古的 蒙古的公主 确实是很有权利 但蒙古公主已经有本书 大家去看这本书就可以了 然后而且蒙古公主 因为是游牧民族 她们一出生 只要是游牧民族的 这些部族的妇女 一出生就被预期要去统治 所以这些蒙古公主 是非常强势 大家如果去那个 就看过韩国电影 一个叫双花店 蒙古的公主是带着 浩浩荡荡的武力 直接进到高丽区的这样子 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 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就刚刚讲教育的部分 他们虽然大量的跟蒙古联姻 目前我们知道 登记在岸的公主格格 跟蒙古联姻 可能至少有400位以上 但是他们实际上 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好 或记录其实是非常少的 是的 所以其实透过这本书 我的结论会有点沉重 就是希望 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 女性在过去历史当中 她所扮演的角色 跟她比较被物化的命运 然后也希望这些事情 不要再发生 例如我到哪里去 花了多少钱 娶了一个新娘 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 婚姻不应该是一个物化的过程 它是一个两个人相爱 平等的去讨论 彼此成长的一个历程 那这本书 各位不要被我沉重的结论下到 其实里面很有趣 那各位如果要看更多的历史文字 也可以到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 这也是你创办的网站 对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话 就有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去经营 但是可以找到很多鲸鱼相关的文字 那么今天谢谢鲸鱼到我们节目来 希望各位在这两天假日有空的话 可以去找找这本书 思路新娘 自古以来婚姻都是一场冒险 谢谢鲸鱼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